因为嫌弃妈妈是个农村妇女 她不准妈妈来参加家长会 可家长会开到一半 她突然看到妈妈来到了学校 务部的老师正在讲话 她赶忙举手说自己想去上厕所 虽然这样做会引起老师的不满 可她更害怕妈妈出现在同学们面前 因为土里土气的妈妈会让她颜面扫地 她像拖拽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把妈妈拽到操场上一顿训斥 母亲突然意识到 女儿已经长大了 她学会了攀比 也知道了穷人家的孩子会遭人嘲笑 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是女儿感到吃辱的罪魁祸首 她强忍着心中的失落 面带微笑地目送着女儿走进教室 随后像丢了魂事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此时的恩西并不知道 她在母亲眼里永远是引以为荣的心头肉 在恩西童年的时候 母亲就对她偏爱有家 有好吃的总是先给她 弟弟只是尝一口就会遭到母亲的训斥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恩西对母亲的做法越来越感到厌恶 就连买菜时讨价还价 都会让恩西觉得很丢人 可母亲却对此毫不在乎 还说省下的每一枚硬币 将来都可以派上大用场 恩西的父亲是一位巴士司机 乘客们总是拿她缺腿的事情开玩笑 父亲的脸上虽然表现得云淡风轻 可回家后总是拿母亲出气 仿佛她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母亲造成的 每当父亲殴打母亲的时候 恩西和弟弟就躲在房间里无助地哭泣 也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她对闺蜜哭诉道 她讨厌这个家 讨厌充满暴力的父亲 也讨厌忍气吞声的母亲 将来自己组建家庭的时候 她一定要有挺起腰杆的资本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恩西长大 压抑的情绪也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恩西甚至劝断母亲 要么离家出走要么离婚 可母亲心里清楚 一旦自己离开这个家 习做饭照顾弟弟的重担 就会落在恩西的身上 所以她将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肚子里 好在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 恩西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首尔大学 父亲虽然嘴上说着 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 脸上却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恩西离开之前 母亲带着她买了一身崭新的衣服 还不停地在老板面前炫耀 说自己的女儿将来一定是富闺蜜 母亲的神情间满是自豪 仿佛这就是她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开学那天 全家人一起将恩西送到了车站 一旁的父亲和弟弟少言寡语 只有母亲不停地千叮名万种妇 恩西以为自己终于逃离了这个冷漠的家 殊不知 列车缓缓使离后 父亲的眼角也勤满了泪水 列车上 恩西打开了母亲为她整理的包裹 里面不仅塞满了母亲亲手腌制的各种泡材 还有几个装满硬币的塑料袋 恩西这才明白母亲曾经说过的话 每一次搞价还价省下的零钱 将来都会派上大用场 包裹里还有一封母亲的亲笔信 心中满是来自母亲的愧疚 她很想亲自将恩西送到学校 可担心自己乡下人的形象 会让恩西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 经期所有人觉亏欠 这是天底下所有母亲的同病 而且无药可治 来到首尔的恩西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 她白天在学校上课 放学后就跑去饭店勤工俭学 时间一晃过去四年 毕业后的恩西在首尔电视台当了一名颠辑 常常写稿子熬到深夜 没有灵感了就给母亲打个电话 无论多晚 母亲都会高兴地陪她畅聊 社会的洗礼让她渐渐懂得了母亲的不容易 周末时也允许母亲前来探忙 可母亲每次来都会大包小包地带很多东西 乡下种的水果和母亲亲手腌制的泡菜 恩西说这些东西商店里随处可见 让母亲以后不要再带了 可母亲却说 这怎么能一样呢 家里的东西要比外面的好 母亲每次过来都要把房间清扫一遍 可她丝毫不觉得累 睡觉前还想和恩西多说几句话 反倒是恩西 像是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一样 倒头就睡 即使是在电话里也很少闲聊 重要的事情说完后就匆匆挂断 一旁的同事与钟心长地告诉她 父母健在的时候一定要孝顺 以免将来后悔 时间慢慢过去 恩西交往了一个家境富裕的男朋友 双方父母见面时 恩西的父母为了不给女儿丢脸 特意置办了一身像样的衣服 可还没等见面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实际上 这家里的反对 什么呢 无论恩西如何努力 都摆脱不了她是乡下人的身份 母亲也没有想到 自己是若珍宝的女儿 竟会被对方贬低的一无是处 恩西只是个大学专科毕业 而对方却是在美国留学了四年的博士生 一番话说的母亲火猫三丈 不管不顾的和男生的母亲吵了起来 我不懂什么海龟还是乌龟 我就知道我女儿比任何人都要优秀 别人家的孩子拿着父母的钱吃喝玩乐时 我女儿一边读书一边打工 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 虽然她出身穷了 可现在却是我们家的顶男主 你们没有经历过她的人生 凭什么这样贬低她 要强的母亲不再言语 起身离开了饭店 随后愤怒地撕扯着身上的新衣服 也许是因为这身华丽的衣裳 没有掩盖住贫穷的真相 又或许是感觉自己拖累了女儿 总而言之 那天是恩西印象中母亲最失态的一次 也是最硬气的一次 可很快 母亲就卑微地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原来是恩西责怪母亲坏了她的婚事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母亲冒着大雨深夜拜访男生的母亲 不停地向对方道歉 并恳求她接受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在那一年 恩西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并很快怀有了身孕 期间一直是母亲陪在身边照顾 生孩子的时候 恩西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被撕裂一样 疼得她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恩西突然问母亲 生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痛苦 也许 每一个女人只有在当妈妈的那一刻 才能切身体会到母亲的伟大 几年以后 恩西的女儿逐渐长大 她也不再是曾经那个懵懂的少年 可在母亲眼里 她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母亲依然会在电话中续寒温暖 乡下的水果和泡菜 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寄到手腕 有时也会寄一些幸运服之类的东西 无论恩西如何劝阻 母亲也改不掉这些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一天深夜 恩西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 父亲毫无征兆地去世了 葬礼上 母亲哭得刺心裂肺 恩西有些搞不懂 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打骂母亲 为何母亲还会如此伤心 此时的恩西无法明白 父母那一杯的爱情虽然是朴素平淡的 但更多的 却是朝夕相伴下浓浓的亲情 葬礼结束后 恩西希望母亲能和她一起去守二生活 可母亲死活不肯离开 她意味深长地告诉恩西 已婚女人伤心的时候 最好的去处就是娘家 只要妈妈还在这个家 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有个好去处 即使妈妈无法帮你解决 也可以听你诉说忠诚 最终 在母亲看似驱赶的告别下 恩西和弟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老吴还是曾经的样貌 门前的大叔也依然挺拔 可母亲的身形却日渐勾楼 陪伴她的 也只剩下了两只无忧无虑的小狗 之后的漫长岁月里 母亲唯一的盼头就是去城里探望女儿 只不过 母女二人还是会因为 芝麻蒜皮的小事半嘴 但每次吵完后 都是母亲去哄恩西高兴 突然有一天 恩西主动跑回乡下探望母亲 还给母亲买了一大堆补品 喜出望歪的母亲赶忙跑去做饭 恩西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 也在无意间发现 晾衣架上竟然有很多 都是自己曾经穿过的旧衣服 如今却成了母亲屋里最贵重的宝贝 每当她想女儿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穿在身上 仿佛女儿就在她身边一样 母女二人的每一次见面 似乎总要伴随着争吵 傍晚睡觉时 母亲问她是不是和丈夫吵架了 才回来的 或者说 母亲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管恩西如何解释母亲 都不相信 第二天一早 母亲正在厨房准备早饭 恩西突然向她孩子似的 开始撒娇 她想和母亲一起去 儿时玩耍的地方看一看 母亲拗不过恩西 只好陪着她故地重游 那一天 他们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 无忧无虑满脸的笑容 迷人的风景将生活中的阴霾一扫而光 母女二人像两个孩子一样 在河边嬉戏打闹 他们双手合适前程的祈求神明保佑 随后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虽然开饭前因为价格昂贵 免不了一顿争吵 可母亲下嘴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 还说贵的东西就是好吃 看着母亲狼吞虎咽的样子 恩西心里突然很不适滋味 自己平日里大鱼大肉的 怎么就忘了母亲还在节衣缩食 午饭过后 恩西又带着母亲去商场买衣服 只要看到母亲是穿的时候露出满意的笑容 她就将衣服全部打包带走 母亲嘴上虽然埋怨恩西乱花钱 可脸上却是藏不住的喜悦和幸福 回家之前 恩西又拉着母亲拍了几张合影 临走时 她又跑回去让摄影师在照片上加上一行字 母亲问她要往照片上写什么字 母亲经常一个人躺在这里哭泣 恩西以为是因为父亲的打骂 可实际上 母亲是怕恩西和弟弟因为父母的无能 日后吃苦受累 没能给孩子们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 是母亲心里一辈子的愧疚 突然 恩西转过头对母亲说道 恩西一整天反常的行为和言语 让母亲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 她赶忙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恩西似乎在故意回避这个话题 趁着恩西洗澡的时候 母亲偷偷拨通了女婿的电话 也终于从女婿口中问出了真相 那一刻 母亲仿佛丢了魂一样 整个身子都贪软无力 她无法控制自己崩溃的情绪 但又害怕哭声被女儿听到 只能捂住嘴任由眼泪流淌 进卧室之前 母亲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试图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可她还是没忍住 哭着说谁也不能带走她的女儿 可恩西又何尝舍得离开母亲 她还有太多的遗憾未能弥补 因为儿时的不懂事 她不停地和母亲说着对不起 可母亲却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女儿 因为她无力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不能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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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伤的一夜过后 恩西就要返回首尔 因为她也身为冤母 也要陪伴自己的孩子 当恩西的手从母亲手中抽离后 无尽的悲伤再次涌上心头 她想透过车窗寻找女儿的身影 可恩西却躲在锅道里偷偷哭泣 她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更不想给母亲留下更多的牵挂 可当猎车启动的那一刻 母女俩的情绪如同洪水猛兽般无法论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亲人之间的生理死念 母女俩的情绪如同洪水猛兽般无法训练 母女俩的情绪如同洪水猛兽般无法训练 不久之后 恩西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前来送别的亲人都哭成了泪人 只有两个人没有哭 还无法理解生死的女儿没有哭 流干了眼泪的母亲没有哭 她那满心的痛苦 却在此时无法找到任何宣泄的出口 葬礼结束后 母亲独自回到了老屋 这里的一切都未曾改变 依旧是母亲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迎接每天的日出日落 只不过 她失去了一份重要的牵挂 生活也变得索然无味 翻看着相册里和恩西的合照 她看到了女儿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